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这个洗碗工厂平均每天有三个工人 工作大约八个小时 一天下来他们可以清洗一万五千到两万件碗盘 相等于普通餐厅二十个洗碗工人的工作量 这和餐厅自己请人洗碗相比 效率要高得多 从manufacturing的方式我就能制造效益 所以他们成本基本可以说的是 从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五十 越大越多 业者表示 目前请他们帮忙洗碗的客户 主要是一些中小餐厅和餐饮供应商 不过由于洗碗工人越来越难请 已经有一些餐饮集团 甚至是大酒店 开始和他们联系 探讨外包洗碗业务的可能性 做入碗工人越来越干整 然后才可以做 tribal工人越来越干整